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 于阳为您播讲 云开雨散 缠绵半月的云雨终于散去 久违的阳光重新洒向地面 饱受淫雨之苦的东京市民迎着阳光欢心不已 家里潮湿的衣物被褥终于可以拿出来曝晒 快要长出蘑菇的家具也能去去湿气了 但东京市民刚刚庆幸没多久 就很快发现连日阴雨后的晴天比下雨时更加难挨 东京开封府内水气蒸腾又热又闷 走在街头仿佛置身于浴室院中 从装了兵阁的马车中出来不到片刻 皇上背后的汗水已经流成了小河 就与绝大多数在自然学会挂上名的义政一样 皇上家里的院子里也装了最新型的气象箱 早上查看温度湿度 一个33一个93 现在太阳被薄薄的云翼半遮半眼 温度感觉没有怎么降 湿度则比早上更高了几度 这么下去真的要了老命了 皇上想 他更担心的想 今天不知又要死多少人 死人只是数字 但在朝堂上数字是可以变为武器的 皇上今天上午的工作 就是巡视城中各处受灾严重的区域 听当地的负责人汇报 如果做的还能说得过去 就饱讲两句 再让人送上一份冰镇绿豆引子结束 在皇上面前回话 不可能不出汗 冷汗热汗都有 然后就可以看到激动感动的表情了 皇上需要这些人去卖力 毕竟不能促使手底下的人认真办差 那开封府这一次遭受的损失 在冬天到来之前也不可能恢复 新城城东巷的汴阳坊 是皇上今天上午要走访的第三个地点 也是最后一个 因为位于开封府内最低洼处 属于京城内受灾最重的地方 同时遭阳坊也是现在京城内最穷困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皇上没有第一时间来到遭阳坊 不只是位置远近的问题 在朝堂的关注点上 暴雨中塌了半间小佛堂 和两丈长围墙的天水郡公府 比全部七百多户都受灾的遭阳坊都要重要 只因为天水郡公是太后的亲疏 而那七百多户的贫民 想也知道不会有什么根脚 原本的遭阳坊并不是这般贫困 其位于遭水北岸 近邻东水关遭水码头 十几年前 坊中还是客栈十四遍布 商旅往来不绝 坊中居民虽算不上富裕 也算是温饱无忧 但随着铁路开通 遭水航运衰落 有财力地搬出去 有能力地走出去 有胆量地闯出去 剩下的都是平凡陆路之辈 随着房价骤跌 又有许多破落人家迁入 十年之内就从小康之境 变成了文明京师的贫民窟 本就是最为低洼的地方 屋舍也是年久失修 更有许多院落 为了能挤进更多的住户 用木板随意搭建 新起的房舍 平时都是遥遥欲倒 一场暴雨下来 自然是遍阳坊受灾最重 皇上在车上的时候 就在遍阳坊外墙上 发现了洪水流下的水渍痕迹 差不多都在三尺高的地方 上半截是斑驳的石灰 下半截就是黄泥 而坊中阶下 吾不淤泥后脊 差不多有半尺厚的样子 车队就只能停在遍阳坊的主街街口 厚厚的淤泥让皇上没办法再往里走了 应该是被提前动员起来的缘故 皇上抵达的时候 遍阳坊的父老都汇集在这里坊外 可能也是得到了上面的吩咐 遍阳坊父老都是穿着尽可能整洁的衣物出来 不过依然可以看得出衣料上的破旧和补丁 而他们的神情里面 普遍都带着普通东京市民身上很少见的 放弃一切希望的麻木 皇上作为一位资深官僚 并没有太多同情的心绪 反倒是多了几分满意 至少这座礼坊的主事者 没有找一批不相干的人 来扮演遍阳坊的居民 新城城东第三巷的都索游 就是掌管一乡军寻治安的主力 下面有索游 街子 行官 香典 书首等一帮子相吏 是跟着皇上一起过来的 当几个军历领着遍阳坊父老前来拜见皇上 他就在旁介绍 这是本乡索游钱瑞 这是本乡书首李金文 前日小人见雨势太大 遍阳坊必遭水淹 便派了他们领本乡 百名巡族到此来巡检救济 到今天已经在遍阳坊驻留了十三天了 都索游本是五官 不过在京师待得久了 就是五夫都比小地方的世人嘴皮子利落 也挺会为自己争功的 趁着介绍下属的机会 几句话就把主事者的辛苦给挑明了 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自己的先见之名 运筹之功 等到遍阳坊的李正就由索游钱瑞来介绍了 一坊之长名为坊长俗称李正 遍阳坊的李正是个须发全白 皱纹如枝 看起来都十分老了的人物 身上的衣物补丁一点也不比邻里要少 来到皇上面前颤巍巍的要跪下 立刻就被皇上使人给拦住了 乡中高寿老者见了皇帝都要免跪拜的 不过这个老头老糊涂了 皇上问一句 老人家 今年高寿啊 老头点着头回 好好 都好 答非所问 皇上心中不欲 那些性子再问 家中这一回可有事啊 老头又慢悠悠的点着头 好好 都好 皇上眉头就是一皱 在旁的钱瑞连忙帮忙 大夫 李李正今年八十有三 在访中最是德高望重 家中儿孙十三人 这一回淹水 都听了李李正的吩咐 出来帮忙救灾 听到钱瑞的话 皇上脸上总算是带回了一点笑 果然是年高得熏啊 皇上说话 老头偏过头 听得认真专神 听完之后 带着笑点头 好好 都好 皇上笑容僵了 失去了耐心 能在这种破落地界做李正 要么是能力很强 三教九流都能交流 要么就是作为摆设的老懵懂 坊中的秩序 乃至于生财之道 都由韩刚口中的 有活力的会社来掌握 而遍阳坊这里 明显是后一种了 带老人家下去 好好休养吧 坊中有何需要救济之处 就跟前所游说 老头这一回倒是反应快了 拥着拐杖 拘了一共 谢相公恩典 便被钱瑞扶到了一边去了 皇上看了看的老头 又冷眼瞥了钱瑞一下 也许这李正不是那么懵懂 但也是不得不糊涂 府中社官管辖指导都乡 都乡辖下树乡 旧城有左右二都乡 新城是东南西北四都乡 外阔城则是六都乡 总计十二 这是有官身的 到了乡一级 管事的主官就是立了 更下面的李正 那是义 收税服役都找他 有能耐 有人忘的 那就没得说 没能耐 就得帮人填税补义 几年就能败光家业 下面的百姓 比起高高在上的知府 更怕这一等就在身边的地头蛇 特意找了这种 满含老者来回话 本身也是打着欺瞒的主意 皇上懒得计较 只要不饿死人 不发义症 就是贪了点朝廷 波发的赈灾款项 他也管不了太多 当然重点是灾后无大义 否则一旦出了事 莫以为他的刀子不会杀人 招招手将钱瑞换在身边 皇上问道 坊中的水都退了 回大府的话 坊中的积水都排出去了 钱瑞看模样就是个凌厉人 黑瘦黑瘦的 说话有条有理 口齿分明 幸好抚押中安排了三台抽水机 王都所知道汴阳坊积水为患 命小人都抬了来 日夜不停地抽水 连抽了三天三夜 要是没有这抽水机啊 怕是十天半个月 坊中水也退不下去 皇上冲一侧的都所游 赞许地点了点头 都所游顿时松了一口气 眉开眼笑起来 人员伤忙如何 皇上又问 第一天就死了八人 六个是一家子 那家住的院子搭了四层楼 他们一家住在最上面 风起时整个就塌了 一个都没逃出来 另两个本是重病 因为淋了雨水就撑不下去了 第二天又死了十三个 六个是房屋塌下来 没有及时逃走的 钱瑞说得啰哩啰嗦 都所游察言观色 感觉皇上见有不耐之色 忙打断絮絮叨叨的下属 大府问你总共伤亡多少 这些细的 等问了再说 钱瑞打了个寒劲 坠坠不安的偷眼看着皇上 皇上倒是没有什么不快 钱瑞说话多 不过是年轻人想表现 而都所游也看得出 他不是要遮满什么 才出言打断 不要怕能记得这么细 可见是用心的 先告诉本府 总伤亡是多少 细节你回头写下来 成交给乡中报上来 受伤的有273 死了有42 本来是41 但今天早上刚刚咽气一个 前两日扛木头伤了泪 本来说不中就没去医院 谁知道昨天晚上突然吐血 本说今天就送去医院 谁知大清早 人就没了 42 按比例差不多是汴阳房总人口的1%上下 比例具体是多少 由于不在籍的人口无法统计 汴阳房这样的平民居居地 外来人口又尤其多 故而也说不清了 看着1%比例并不算高 其实也不少了 开封府届的人口死亡率 依照近几年的统计 年平均也就1.2% 加上未入册的数量 也不会超过1.5% 对比一下 经由保持局统计的 高达3.5%的年人口生育率 可见在都唐相公们的治理下 开封市民是安居乐业 故而人口能够飞速增长 而这一场灾难 汴阳房半个月就死了近一年的分量了 皇上毫不动容 半个月死够一年分量 开封府城中 也许就这么一处 但死够半年分量 也不是一个房两个房了 狮子多了不愁 更何况 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比治平二年的那一次大水 毁坏公司卢舍万余间 还要强不少呢 有几个是发病死的 八九个吧 都是老的 小的和妇人 成丁就一个 是三天前 突发急症死掉的 皇上没风一跳 什么病 小人怕是急医 当天就去乡医馆 请了坐管的刘医工来 检查过后 刘医工说 不是疫症 不会传染 但也没有确定是什么病 只说 可能是 雀托 没有利益 这是大灾之后 最容易爆发和传播的疫症了 有 这段时间 有五人发了力气 上吐下泄 小人都是 按照府中训令 当天送去了乡医馆 听说之后 都送去了外城的新生医院了 还有身上突然长斑发热的 也有十几人 全都送去医馆了 前所游 嘴虽然碎一点 但该说的都没漏 这让皇上很满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